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词曲 杨茜茜 现在我们到了最后的第十仪 凡夫淫心不断如何修行仪 上一期已经读过文章里面的内容 意思就是凡夫淫心那么重 淫欲的心那么重 怎么可以修行 在这一生能够成功修行往生西方世界呢 因为淫心重业上重 淫心叫淫心 男女关系这种 男女关系这种淫心重很难往生西方这个世界 它的意思就是凡夫淫心都是重 凡夫淫心是重吗 确实是重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带淫的种子来到欲界的 这个世界是欲界 如果是我们的淫心不重 我们就不会在这个世界 我们就在世界 但世界里面已经没有男女的关系 世界没有男女的关系 就是这个世界才有 男女关系淡的 淡的非常淡的 就是六欲天里面的天人 你的欲越重 你沉沦在那个世界越久 所以有人问 就担心我们这个淫心那么重 我们怎么可以往生西方这个世界呢 上一期是这样 内容 我就是把你们的内容分析出来 上一期讲过 分析出来怎么样呢 分析两样 一样是愿你行 心愿行 就是你如果是你有淫心 每个人都有淫心 看你重还是轻 每个人淫的心轻重都不是一定的 有某种人他的淫心特别的重 也有某种人他的淫心不重 是这样的 淫心重的人很苦的 不过是没有太多的时间 我希望这两次 下一次我希望就把十一论讲完 淫的种子在你的八十天里面 如果是重的呢 如果是你没有善其死 告诉你怎么修行 怎么修不静观 你的淫心一天一天的加上去 结果后果是不堪其想的 是非常沉沦的 有很多例子 但是现在暂时留待下一期再讲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愿离行 心愿行 如果是你要把淫的心把它减轻 用什么方法可以降伏你的淫心呢 淫与男女关系的心里面那么重 用什么方法可以降伏它呢 如果是你要找方法降伏你的淫心 你已经迈向菩提了 开始第一步了 有很多人根本是怎么样呢 不但不找方法去降伏他的淫心 还要继续在淫这方面发展 他因为淫是快乐的 男女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越来越怎么样呢 对男女的关系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不比以前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你看我们网络上面 你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 男女的情况的关系 都很容易见 都很容易你一上网就知道了 我们在我们这一代就不同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 不可以随便就看到男女关系这回事了 要怎么样 要在戏院里面 电影院里面才可以见到 电影院还要拿一个牌 十八岁以下不准进去 我们那个时候十七岁半 没有人看就走廖阵去了 是这样的 所以人心非常重 也恐怕人家见到 这是很困难的 现在不是了 现在teenager 十一、十二、十三岁都可以从 Internet、Google、YouTube里面 什么都看见 所以越来越危险了 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危险 我们这个情绪的病越来越严重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讲了 智者大师告诉我们 我们有两种方法 可以把我们的降伏 我们的淫心 令到我们有清净的心迈向念佛 其中第一个方法就是愿离行 对根深气界的不净 与痛苦、烦恼等生愿离行 那么我大概很快一两分钟 我们重昏 上一次我们说 如果是我们要对根深气界不净 我们要修不净观的 不净观 根深 这个是不净观 不净观我们观里面三十六悟 还有烦恼我们观 我们心所里面的烦恼 我已经讲过了 那么今天我就讲什么呢 厌离行 我们用什么方法修不净观呢 凡夫无始以来为五欲才生明十岁 所参禅轮怀五道 必须要离五欲 如果是你要离五欲 你要修不净观 《涅槃经》里面讲 其身重苦所及 一切也皆不净 我身体是很多苦的 你病过就知道苦 死还要苦 那么我们怎么修不净观呢 就是我们常常想那个身体是不净的 我们整个身体都是不净的 你以为你沐浴都净了吗 你摸香水 你洗得干干净净 你头发香噗得很好 你摸香水很净的吗 都是不净 种子不净 为什么 观其淫欲生 从贪爱烦恼生 你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你是从两个男一个女里面 它们交合里面有一个种子在妈妈的身体里面 你是淫欲的概念生出来的 所以种子里面 当你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已经是不净的了 你是怎么生出来的 就是这个男女的欲念生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种子不净 第二 父母交合时七百合合 寿生不净 母胎中 母胎中怎么样 生脏 熟脏 你在妈妈的土里面净不净 很苦的 我记得我非常年幼的时候 五六岁的时候 常常有一种压迫感 这个时候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我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动都不可以动 我有时有噩梦 我动不了 不可以动 很闷 因为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已经压了很多个月了 很苦的 在肚子里面 妈妈吃什么 冷的热的 你就感受什么 你在母亲的母胎里面 胃去下 大肠去上 你躲在那个地方 你动都不可以动 你的体型很少 很小 你的图形很小 但是你不可以动 所以住处不净 食淡不净 在母胎时 维持母学 母亲吃什么 你吃母胎的血 一月满足头向铲门 龙血去出 臭会狼藉 生出来的很多血 做母亲的就知道了 生出来就是连血一头生出来的 如果你是父亲 如果是医生准许你到尘房里面 你就看见一切的情况 你有没有看过 有很多居士看过 薄皮肤上其内龙血便一切处 举提不净 来自死后 死后怎么不净 膨胀难坏 股肉中横也是不净 胡郎食淡究竟不净 人死的时候当然是不净 人死后的样貌是非常不净的 有很多有不少 也有我认识一会出家人 他修不净观 但是他觉得他要修得彻底一点 他跟我提出来 你知道修不净观吗 修不净观是常常想 种己不净 受生不净 住处不净 人体是不净 但是他更有一个想法 他要到殡仪馆的地牢里面 修不净观 他去打电话 我可以到你的地方帮你包吗 包尸体吗 却说你没有牌 没有license You are not allowed 所以修不净观是很重要 你有修不净观吗 你认为是很净 你因为很快乐 你怎么修不净观 你去找寻不净的去看 不是修不净观 好 寻生也是这样 你看你自己的身体也是不净 你看别人的身体也是不净 你会这样想吗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说我跟人辩论的时候 我说修不净观 给人骂了一顿 他说那么漂亮 为什么不净 你特别的修不净观 明明是很漂亮的 你心里面做小不漂亮的东西 你现在是消极 你现在是不对 大家都辩论起来 也没有这个结果 你不要把你的 你说不净观好好好 不一定有人接受的 我的女朋友那么美 你说她不净吗 她看就是美 情人眼内里面出的都是诗诗 他们因为是很漂亮的 今天早上我听一位法师讲 在天人四十五里 在天空闻到人间都是臭的 所以天人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 臭气就是昏天不愿意来的 如果是很臭的厕所你愿意去吗 所以有人说 为什么天人不来这里 如果是我看见天人多好 我就知道原来真是有天人 人家天人不愿意来 你住的地方不但是臭是地狱 已经自由的人 他愿意再进地狱 再进牢里面吗 不愿意了 那么我们再讲一讲不净观 我们不净观是不但是观身不净 还有观心里面不净 我们的不净不算是身体不净 你说身体净吗 如果是你彻得这样想 你不沐浴 你不我们广东人是冲凉 你不冲凉了三天人都是臭的 还有你天天吃什么 吃肉 你一开口就臭了 我们吃素的人在三十指里面 已经闻到你的臭味 吃素的人口没有那么臭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静不静 眼有眼泪 眼死料 鼻子 口都是味道很难 所以很多情侣 她们蜜月的时候 大家不是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非常美丽 一到结了婚 你知道我的臭 我知道你的臭 大家臭气伤头 太臭了 身体不净 观身乃三十六五五不净 至他皆不净 每一观必须不净无常苦空无我的相应 你怎么观呢 如果是你的欲恋太重 有很多人欲恋很重的 我告诉你 重得非常 你想象不到的 所以你要注意 如果是你在公共场所 你不认识的人 你不可以随便跟他太近的 你要警测一点 还有在佛门也是 如果你是出家 不可以随便跟吕居士拍照 他一个手就把你一拿 好像情侣一样拍个照 你就很苦了 你要积贤之苦 你也不好意思取决了他 你看看这个情况 我看过 身体不净 身体不净除了你的外相不净 还有无常的 这个身体很快就会死了 这个身体是苦的 为什么这个身体是苦 这个身体要不要死 要不要病 要不要老 这个身体会病 会老 会死的 那么苦不苦 净不净 早晚也要老的 你可以这样说 我是老的不一定漂亮 但我的心态要漂亮 这个可以的 我不要消极 我不要说我老了 我病了 我要死了 这样子很灰的延伸 那么我要想出来 我要宽乐一点 我是不漂亮的 但我也说漂亮也可以 这也可以的 空不空 你的身体会不会空 你的身体有我吗 你的身体是原生原灭的 你有缘的时候 你的四大地水火风 你的四大集在一起 没有选的时候 你就会一个健康的人 你四大里面有一大不健康 你的身体就不健康 当每一个人要死亡的时候 他的四大就分开了 离开这个身体了 首先离开身体的是哪一大 风大 为什么风大 没有呼吸了 The breath stops 风大 The air part of the element is gone 风大 首先没有了 风大 第二 离开身体呢 火大离开了 为什么火大离开 里面冷掉了 No temperature anymore No heat anymore 这个是在十几二十天之内 这个heat都没有了 风最快离开 火是离开 第三离开呢 水 水什么时候离开 水的离开比较慢 当你的身体在ocean view里面 下面躺着的时候 又经过一段时间 就没有这个水了 干了嘛 可能经过一年两年都不一定 如果身体里面是vacuum 里面是有空调的 好像我们在骨坟里面挖了很多清潮的 什么飞 什么橙子 它们里面很多珍珠珠宝 这个尸体一拿出来也是干的 但是没有烂掉 是干的 最后离开身体是哪一大 是地了 它这个地还没有离开 地离开的时候你的骨头都散掉了 没有了 不发挥了 就没有了 所以你不过是四大合合 四大组合的身体 组合的身体有就有 当那个四大分离的时候 今时旺生 当处何处呢 当在何处呢 你以为你的身体洗的时候才分开 你太爱你自己的身体 所以你不愿意修行 你执着这个身体 所以你有言喻的心 你这个是我 这个就是我 This is me I have an identity I have an ego This is me 但是这个我是没有的 这个是因人生出来就有 因人灭就一点都没有了 你看你在YouTube 打YouTube 观成法师出来了 哇 很多讲经说法的 很多 不少 英语的也有 普通话的比较越来越多了 广东话的也有 好了 当观成法师走的时候 还记得观成法师 观成法师走 从这个世界上离开了两年 谁是观成法师 在哪里 都不知道的 不会 我说会 你看我们应该高僧大德 我也不是高僧大德 我是低僧小德 那么道师忘了你了 就不知道了 九想观呢 九想观是什么回事 九想观 这是人的尸体 丑恶的形象 九种观想 这可以把你的情欲减低了 那九种观想 轻欲想 隆难想 从淡想 膨胀想 涂长 坏难想 坏坏想 肖想 古想 你要看这个尸体 它要灭的时候 它没有的时候 你要想的 但是有很多人说 我想就行吗 就行 你修不静观 你常常不修不静观 你不要以为它没有能力 当你修不静观的时候 你强调你的淫欲就减低了 你看到史诗 你看到史诗怎么败坏的 从事怎么把它实弹的 你的种子是不静的 你的九想观 七种不静观 你观济身不静 观他身不静 你常常这样训练你妻子 这样修不静观 才可以降服你的淫心 就是用不静观降服你的淫欲 你除了不静观 很难降服 除非是你用无上俯控 无我 就可以降服你的淫心 所以你不要说 这个事情好像是很幼稚 为什么美丽的中心 我要用不美丽的概念去想它 就是一个方法 如果是你不修不静观 你很难有其他的方法 降服你 尤其是你是普通的修行人 你不用不静观 很难降服 出家人一出家就要修不静观的 更何方是居士 所以我告诉你 居士在家修行很难成功 除非是他往生西方世界 修行的方便法门 为什么 他要男女关系 他还有丈夫 还有妻子 那么怎么是修行可以成功 我们修不静观怎么修的 我们在Halloween的时候 外面有很多Skeleton 我们买一个白骨回来 有一次我到这个店里面 我就找一个白骨 人的Skeleton 他们这个人说你是出家人 你为什么找这个白骨干吗 我说我要买一套 好像一个人那么高的 挂在房间里面 天天去看的 我记得很多年前 参云法师在这里打佛妻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三十几年前 我们打佛妻 他领了大概有五六个出家男众 在这里打佛妻 也有很多女众 这个是第一次在北美洲打佛妻 这是参云法师在这里的 他带来一副白骨 就挂在大雄宝殿 其他的居士 为什么把这个白骨 它是邪教 为什么把这个白骨 放在大雄宝殿旁边 修白骨观 人就是一个骨头而已 我们的身体就是铝行带 里面的铝行带撞了很多东西 为什么铝行 人生就是涅铝 就是一个旅行 我们这个人生就是从我们开始生差出来 到我们时的时候 就一个旅行而已 在这个人生的旅行里面 我们怎么样 贪嗔痴煞到人望 做了很多恶业 你到了人生的终点的时候 你才知道要学佛太迟了 你看你天天做什么 就是一时住行 早餐 晚餐 午餐 为你的身体忙 为你的家人忙 为你的事业忙 为你明天开party忙 为你的cruise 下一个月你到Alaska 再下一个月你到Italy cruise 忙 还有订飞机票 还有忙的享乐 把自己最后的忙给你的家属喜亡 那么我们从观身不敬以外 还有什么 观心不敬 所以我们的不敬 不但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里面也是不敬的 我们的心怎么不敬 第一 性格不敬 第二 感情不敬 第三 亲愿不敬 所以修这个不敬观 不是对外相修 当然如果是对外相修不好 你怎么是用心里面内心的修呢 我们再看性格为什么不敬 凡夫的性格基本上是 我执、我见、我爱、我慢、我吃 包括了一些烦恼、贪嗔、吃、慢、以恶、见、 愿、恨、交纯、狂、奸、直、夫等 你的性格里面有没有 你有没有贪、有没有吃、有没有愤 有什么恨、有没有烦恼 我们这个性格就是充满了烦恼 就是不敬的 圣人没有烦恼 我老还没有我执 但是还有屈生的法执 还有分别的法执 法执还有 欧拉罕已经没有我执 也可能屈生的我执已经除掉了 但是我们这个性格不敬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性格 为什么你们有性格 我们有性格 因为我们有思想、有心 我们这个思想是有念 我们念头里面 我们从哪里有念头 我们有概念 我们这个概念推动我们做 推动我们这个身口 做了很多行为 讲了很多话出来 我那个行为跟这个话 常常做就变成你的性格了 如果是某一个行为 某一个言语 你天天是这样做的变成你的性格 性格不敬 性格不敬 感情不敬 还有感情不敬 男女在恋爱的期间 山盟海事 相敬如宾 比起性格上的缺点都隐藏起来 一旦成亲以后不能让你 你不让我让你 产生怨对 所以有很多离婚 我们有时出家人很少看电视 我没有电视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讲经说法的人 看一看 现在我告诉你 中国里面很多感情的节目 很多感情的节目就是 把两个男一个女的 他们常常吵架了 放在这个舞台上分析他们 为什么这样 这个是很好的 分析他为什么他有第三者 为什么这个男的有小三 为什么这个女的有小四 忍瞒婚姻家庭背景 老千骗局 喜心厌旧 因爱生恨分外婚外之情 互相折望 这个是男女的感情的不敬 最后亲怨不敬 男女的爱情其中也有 远因追溯于前生的业缘 慈悲良王宝珊说 一切六称眷属 皆是我等三思怨恨 亲人不外是一种原因 而今生相处在一起 报恩 报怨 还债 讨债 这个是慈悲良王宝珊说的 所以如果你这一生 你尽你的力量挽救你的婚姻 你尽量对你的丈夫很好 对你的儿力很好 结果也是离婚 你不要埋怨 你可能是前生前世的 不但是这一生的 前生可能你离过他 你离开一个 你对他不住 你对他有怨 他这一生就当你的妻子 或是当你的丈夫 来讨债 还债 报恩 报怨 儿子也是 儿女也是 所以如果是你的儿力对你很不孝顺 对你很差 你应该这样 我前生对他不好 这一生我要还给他 因为你还债 还很多事 你欠人家 你要还 你这样想 你不要说为什么我儿子这样 为什么我女儿这样 你前生对他也是一样 所以亲愿不敬 总结来讲 我们修不敬观 观身不敬 观心不敬 观身里面也要观他身 自身也不敬 心里面也不是不敬 性格不敬 感情不敬 亲愿不敬 身和心都不敬 那么你还喜欢吗 都不敬 不敬这个不是我们消极的 事实就是这样 就是不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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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